今天不是愚人節 好啦 開玩笑開玩笑 85頁 我要講一下下面那一題 閉嘴閉嘴 6個轉學生畫起來 轉學生是人 對吧 人都不一樣 對吧 6個轉學生 假設有兵號 1 2 3 4 5 6 6個轉學生 對不對 他現在跟你說 要分發到甲乙餅三個班 每個班各兩人有多少種分法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準備好兩個甲 兩個什麼 乙 兩個什麼 餅 排列組合 一個很重要的心法就是一一對應 我現在把兩個甲 兩個乙 兩個餅 做直線排列 誰對到甲 誰就去甲班 誰對到乙 就去乙班 誰對到餅 就去餅班 所以這6個東西排成一列 每一種排列的方式 都會剛好對應到一種 把這6個人分配到甲乙餅班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看他有幾種排列的情況就好了 所以請問你 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幾接 6接 可以 再除以什麼 2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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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喔 一一對應喔 這一題答案就這樣喔 我算一次給你看喔 其實你該有背喔 同學6接是多少 720 720 那我再問你 2接乘2接乘2接乘2接是多少 8 8 所以這個答案是多少 90 啊 唉唷 對不對 有些同學不喜歡這樣做 他有更直覺的做法 我覺得也可以喔 你猜有些人會怎麼做 他說老師 6個人對不對 我就從這6個人裡面 選幾個人啊 選2個人去什麼班 去假班 你就想像你是老師嗎 有6個轉學生對不對 6個人選2個去假班 假班 假班安排好了沒有 安排好了 然後你要剩幾個小朋友 4個 再從剩下這4個小朋友 再選幾個 2個 去什麼班 班 然後你要剩幾個小朋友 2個 最後這2個全部挑出來去丙班 請問你安排好了嗎 安排好了 結束啊 這答案出來一定也是90 不然我算給你看 C6取2 這是多少 這15 對吧 你們如果熟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用心算都知道答案 C4取2是多少 這是6 C2取2是多少 1 15乘6再乘1 這個答案多少 90 所以 就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只要你邏輯正確對不對 基本上這種題目都是很簡單的 好 來這可以喔 我們就很寬的帶過去喔 這種都是簡單題 齁 知道在講嗎 這跟比利的生日是太一樣嗎 真的嗎 我2月3號 我比利你幾號 喔水水水 我跟你講我最喜歡這一種 我小時候怎麼樣呢 同學那個叫什麼 生日的時候大家都會有那個 小時候那個什麼乖乖童有沒有 就是我們那時候沒有啦 但是就是會帶餅乾給同學吃 可是我的生日永遠都在寒假跟過年 所以 我跟你講 我的生日永遠都會被跳過 就是 你知道嗎 我永遠都是被忽略的那一個 沒有人為我開過生日的查理 我很可憐 我的生日剛好就在過年 不然就是寒假 博物館 你也不會有 我來生日永遠都在做當玩笑 我來生日永遠都在做當玩笑 哇好可憐喔 老子彼不會啦 然後這個生日當玩笑的 日早人家還知道你生日 我生日不是當玩笑 你生日 4月1號 喔4月1號 好 你自己都在笑 我自己都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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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翻到86夜 好亂喔 4月1號的比較好 好啦好啦 這個 4月1號也太酷了吧 比例真的是2月4號 水瓶座讚 水瓶座讚 水瓶座都滿幾百元 幾百元 你是水瓶座啊 八十六月 水瓶座不要吵架 來看一下立題舞給他三個讚 這一題是經典立題 經典立題給他三個讚 這一個題目從我念高中就有了 這個題目你仔細看喔 他說將九本不同的書 拿出你的銀工筆 把九本不同的書 把它畫起來 九本不同的書 然後我偷偷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猜學測他會怎麼看 他會改一些小地方 譬如說九本不同的書 他給你改什麼 沒錯 你很聰明 要玩考試這件事情 就是改一些小細節 來 你再寫上去 這一個題目 全部我可以換成另外一個情境 九本相同的書 你等一下主席聽我講 這個東西 其實 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 你要知道考試他可以用不同的書 或相同的書 甚至有時候他狠一點 他有一部分不同 有一部分不同 就是那種故意告人的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下面的題目 分給甲乙秉三個人 每人各得三本 來我們從第一題開始看 這個第一題我寫在這邊 分給甲乙秉三個人 來你跟著我一起畫圖 你就想像甲乙秉是三個什麼 代子 對不對 人也可以是代子啊 就是你懂的 這只是一個泥人畫 對不對 這是甲 來 這是乙 這是餅 對不對 對吧 你把人看成代子 這個代子上面有 有蓋章啊 這個甲帶 這個乙帶 這個餅帶 這樣可以嗎 這三個代子 總共要來分幾本書呢 九本書 而且九本書都不一樣喔 來 一號 二號 我希望你跟著我一起畫圖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規定喔 每一個人要得幾本 每一個代子要放幾本書 三本 我就這樣寫 這個把它寫清楚 每一個代子都要放三本書 就平分嘛 均分的意思 三本 三本 好 好 我們慢慢來慢慢來 不要擠不要擠 擠沒有用 你就想像嘛 這是哆啦A夢第一集 到底九集嘛 分給夾餅餅三個小朋友嘛 對不對 每人拿三本嘛 請問你 這個題目的第一種做法是什麼 就是很簡單啊 第一集 第二集 跟著我寫啊 三 四 然後五 六 七 八 九 你猜第一種做法是什麼 常見的做法 很簡單 準備好幾個甲 三個甲 三個甲 準備好幾個椅 三個椅 所以你現在終於知道我想做什麼事了嗎 我要把這九個東西拍成一列 對到假的 就分給假 比如說 這種情況就代表 假這個同學看第一集到第三集 以這個同學看四到六 比這個同學看七八九 這樣是不是就產生對應了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其實你可以直接這樣寫 叫做九階 除以幾階 三階 三階 再怎麼樣 三階 這樣就可以把這一題做出來 這樣可以嗎 那有些同學不喜歡這樣想 他會怎麼想呢 他會這樣想喔 他說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九本書嘛 我先挑三本給講 所以這個叫吸九曲多少 三 九本先挑三本給講 OK 然後再從剩下的六本 再挑三本給誰 一 然後最後的三本就給誰 給餅 請問你 這兩個選出來的答案會不會一樣 保證一模一樣 如果不一樣 我隨便你 這當然是一樣的啊 來 這個答案算出來是多少呢 七六八六 欸 我跟你講喔 你就最好不要考試這種東西 會寫不會算喔 如果不會算你就把福 我跟你講 九階除以三階 這四五六七八九 就多寫一個四字不會怎樣 三階就是一乘二乘三 三階就是一乘二乘三 那 考試不要有計算錯誤 你懂嗎 對不對 我們要留一點quota給那種 我們不會錯的題目 你要考試五幾分 你可以錯一題 就是你錯了一題 倒還是有十五幾分 所以那種難題 你可以選擇放掉一題 這種題目 你怎麼可以錯呢 對不對 這種題目一定要拿到的啊 二三六 你計算錯誤 那你計算錯誤 那也是錯誤 這個二跟誰 約掉這個是二 這個三跟誰約 這個九約掉是三 我看一下齁 七八五五十六 五十六乘三是多少 一六八 一六八再乘十 所以這題答案是一千六百八十 這樣可不可以 你這樣算答案也是一六八零 課本答案一定是一六八零的啊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的話 現在所有的同學看我這邊 安靜安靜 這是我們 我們剛才講的是課本的第一題喔 對吧 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如果這九本書 都是哆啦A夢的第一集 就是九本書它長的都一樣 我跟你講 九本書長的都一樣 剛才九本不同的書 這一題答案是一六八零 你猜如果這九本書長的都一樣 答案會是多少 幾階 九階 然後呢 答案是九階 我覺得一而已 一吧 一加五 一吧 一吧 九本書 都是哆啦A夢第一集 甲拿三本 乙拿三本 餅拿三本 甲拿到的一定是三本第一集 乙也是三本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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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求你九本相同的書 同樣的規則 方法書有幾種 一種寫上去 你考試我跟你講喔 這考試有時候我們就把它改成相同 你又變成了 之後再說嘛 我們先考慮這種比較極端的嘛 對不對 你說有部分相同的那個 你再去想想看 這樣可不可以 你要注意喔 這答案是只有一種喔 有一學生考試 不敢寫 不知道在幹嘛 好 這第一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 這時候 我給你講 八本相同的問題 問題要來囉 很近 第二題 他說什麼 他現在要把這九本書 而且這九本書現在是不一樣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但是你猜他現在在什麼地方跟你動手講 看同的 對 他現在帶子是怎麼樣 他現在帶子是一樣的 簡單來講 這個帶子你已經看不出區別 這三個帶子 一樣的話 那就代表說 他並沒有排序的功能在裡面 你聽懂嗎 因為 剛才帶子上面有夾以柄嘛 對不對 現在帶子上面空空如也 遠遠的看就是三個帶子 從外觀上來看三個帶子長得一樣 好 你猜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仔細聽喔 看到這邊 有些同學以為說這一題答案跟第一題一樣 叫做九階 除以什麼 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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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不是正確答案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不是正確答案 因為現在三個帶子長得一樣 我現在希望你把一個東西寫上去 他可能是 夾夾夾 一一一一 對不對 他有可能是什麼 我全部寫 然後這個是 我寫給你看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你猜還有什麼情況 真的不錯 你知道我想講什麼 我希望你寫上去 就是 你知道我們等一下這個還要再修正一下 然後要怎麼修正 這是一一一 那是什麼 一 然後再來這邊是什麼 一一 好累喔 不過我快寫完了 來這個是 這是假 來還有一個 非常好 好 所以 現在 有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你 這會不會是第二題的答案 不會 很多學生初學者在這裡會有一點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做那個動作 你知道 這個傢伙還要再把它除幾階嗎 六階 三階 三階 為什麼要除三階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對 因為你看嘛 這裡是不是六種情況 這六種情況 其實 都是怎麼樣 都是 一二三 這三本 就是從第一集到第三集被放在某一個袋子裡面 現在我的袋子可是沒有記號 對不對 我袋子可是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現在 你看嘛 這六種情況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記號的袋子 一二三都在同一個袋子 四五六也在同一個袋子 七八九也在同一個袋子 所以這個除三階是把排列的效果除掉 我們一開始是假設這三個袋子是不同的袋子 對吧 這些情況都被視為不同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 但是一旦你把這個記號塗掉之後 這六種情況其實只能當成幾種 一種 所以你要除以三階 這樣聽懂嗎 哎呦 所以你知道這一題答案是多少嗎 這一題答案就是第一題的答案是多少 一六 多少 一六八零 然後還要再除以三階 這個就是六 所以這個是誰 二 六二十十二 六 六多少 六八四十八 來 答案是兩百八 是嗎 是 漂亮喔 答案是兩百八 有看到嗎 之後我在講什麼 知道喔 真的知道嗎 真的知道 好 這第二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第三題 趕快把這邊講一講 這個東西 剛開始需要一點時間 來第三題 看一下這個題目 第三題他說 裝入三個相同的袋子 仔細看喔 我現在袋子還是一樣 其中一袋裝幾本 欸 其中一袋是幾本 五本 然後另外兩袋都是幾本 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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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然後他就問你說 欸 這樣子的方法術有幾種 來看我這邊 黑熟 你可以這樣想 你先想像這三個袋子上面是有印mark 這是甲 這是影 這是柄 所以你先準備幾個甲 五個甲 五個甲 然後幾個影 兩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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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直線排列 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袋子有做記號 那麼請問這一題的答案是多少 這一題的答案會變成是 九接 再除以幾接 五接 然後怎麼樣 二接 二接 如果袋子有做記號 加一比 這樣這就答案了 對不對 因為你對到甲 你就丟給甲那個那個袋子吧 但是同學問題來了 我現在的袋子是沒有做任何mark 那麼請問你 這裡要做什麼事呢 要除什麼東西 要除幾接 二接 你知道為什麼要除二接嗎 初學者這裡不太懂 為什麼要除二接 因為 你看 他也可以這樣子 並不是二接 快舞一接 分數